各位關心臺灣社會的朋友 大家好 我來自於工程領域 是在招船系服務 所以剛剛專院長提到說 就是臺灣未來對於海洋的這個發展 其實我想很快的就會回應到目前臺灣 剛剛提到對於風險社會的一個狀態 那我現在擔任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的理事長 在英文它的縮寫是STS 這是一個跨領域的學術領域 它本身是一個學術領域 它是從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哲學、傳播學、政治學等等的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 來特別是研究科學跟科技跟社會之間的交互作用 那這件事情對於當代的臺灣特別特別有意義 那今天想跟大家談三個方向 就是災難發生後呢 對於這樣子的風險呢 從三個角度來思考 那名則我們如何知道責任在哪裡 如何分布這件事情 其實它跟救責有不一樣的意義 剛剛先進有提到 那我自己過去幾年的研究 聚焦在高雄氣爆之後的司法救責體系上面 那我們跟了所有的氣爆刑事題 那今年做了一審宣判 那幾乎都是業務過失 幾乎是最高的罪行 但是全部都上訴嘛 就要開庭 所以在這個司法體系的究責下面呢 你會看到說 其實用業務過失罪來究責 或者是說呢 那個司法體系下面會用專家鑑定這樣子的方式呢 把科學的力量帶進來 可是其實他沒有辦法找到 這個複雜體系裡面的一些關鍵事物 可以找到一些相關的人參與了這個動作 就是事故發生的這個動作 當時有些事故 你是可以看到有人在參與運作的 那在這裡提了幾個例子 譬如說2010的北二高走山事件 事發當時是沒有人作為 但是2014的韓國四月號事件 是有人在開船 或者2014高雄七暴是有人在輸送已息 那現場也有相反人員在運作 那有人作為呢 跟你能不能明快的究責這件事情 不見得是互相很明確的就能夠分離 那以續號來講呢 因為他當時是有人在開船 而且船在海上 確實好像表面上也可以找到明白的究責 但是對未來有什麼幫助呢 這韓國的事情確實是比較複雜的 等一下我們再談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說 其實在北二高這樣的世界 或者在高雄七暴這樣的世界 後來都發現其實要究責並不容易 那這是其英語剛剛談到的工程系統 它本身非常的複雜 再加上呢這些建設都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系 那但是回過頭來對於工程來講 工程的意義跟他的哲學是什麼 他對這個社會需要負擔的一個責任是什麼 那我們知道當我們學習工程的時候 我們會無意識地去理解這個概念 叫做我們對於不特定人士的保護 應該是最高的 那剛剛張老師提到說呢 人的交通移動應該是人權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它是一個具有公共性的工程設計 它是具有公共性的一個技術系統的運作 那對於不特定人士呢 意思是說他們不見得 有特別願意承擔高風險 然後乘坐的交通工具 例如說你是 假如說是戰鬥機駕駛 他願意承擔的高風險 所以這個是不太一樣的 那對於這種具有公共性的建設呢 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在這個複雜運作下面 一旦出錯 那我們 與其談究責 倒不如說 我們必須更明確的知道 讓所有的人知道 這些責任是如何分佈的 那怎麼樣去理解這個事情 剛剛先進就有提到說 我們需要一個更高層級的 一個專業的委員會來調查 目前是缺少的 那我們看一下韓國的案子 四月號因為它後來其實促成了 韓國一個政治這樣大的變動 那在航運上面 它有它的特殊性 航運跟肥安呢 它因為是國際性的產業 所以一直都有國際的壓力 所以這是特殊的 跟我們今天談的起因是說 鐵路運輸它相對是一個國內的系統來講 非常大的不同 但是即使是 航運是海洋的事情 韓國其實也經歷了很多次的調查 不成功 那最近一次調查 終於有一個非常厚的 三百頁的技術報告出來 它其實是在船撈上岸之後呢 由各個黨派的偶派人 家長代表 還有其他的海洋運輸風證人 是來組成的 那他們組成這個community 第一個目標就是 一年內一定做出一份報告 那我們看過這個英文的簡單摘用 很多問題還沒有處理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非常肯定的 就是說做出一個讓大家 都可以看得到的報告 那剛剛我們看到的是 高雄七報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我知道公眾可以看得到的 一個專業的調查報告 那這是非常遺憾的 因為世界發生的當時 很多不知情的高雄市民 其實是在那個區域活動的 覺得這個事情 政府必須要給大家交代 所以剛剛提到的一個調查報告 除了說我們所理解的科學家科技專家之外 其實像STS或是更多的一些社會的專家 是必須被大喊在這裡面的 剛剛先進有提到說 技術系統的運作 不只是技術的人的運作 當它牽涉到這個技術系統 鑲嵌在社會的下面 還有更多人的事情 其實大部分的問題 不見得是科技專家所擅長 觀察跟解析的問題 所以它正是一個需要 是多元的專家組成來討論的事情 所以很遺憾的是說 台灣雖然不斷地發生這樣子的災難 但是我們從其中能夠獲得的安慰 與對未來的期待 其實是有落差的 所以我們要談說災難會不會轉型 我們必須要看到說 台灣其實戰後發展到現在 其實正是一個所謂的老舊的基礎建設 因為講infrastructure 很多過去的東西都其實落在這上面 譬如說高雄氣泡的管線還有鐵路 其實它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基礎建設 它其實也都舊了 所以不只是這樣子 它還有一些是過時的管理觀念 跟實務操作 舉個例子來說 大家談到進入系統會談到SOP 但是SOP呢 就是因為我知道什麼事情可能出錯 所以我設計了SOP 那問題是說 系統越來越新越來越複雜之後 你根本不知道什麼事情可能出錯 所以一旦系統異常的時候 它的異常在SOP之外的時候 大家就傻了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那這時候當然人都會想辦法處理 像剛剛的ATP的問題就把它關掉 因為還是可以運作 可是這個時候完全就在我們所理解的一個 技術運作的範圍之外在執行 所以它就會變成一個不穩定的系統 就是它不穩定什麼時候會出錯 其實是無法管制的 所以相關的單位呢 必須要更深入這些事情的核心 把這些資訊通通找出來 而且現在問題是說 不只是單一專業的實務標準要提升 不只是火車要造好 不只是鐵軌要鋪好 不只是ATP的系統 這些機電系統要做好 而是說它們通通在一起 還必須更好 所以其實在台灣來講 幾乎所有的跟科技相關的專業 都是一個跨領域的專業 那這件事情 這個跨領域的專業 它才能夠真正的被提升 所以災難後呢 這個創造新的面對生活的態度 是我們必須要一起來的 那高雄市政府呢 在今年對氣暴做了一個裝置藝術計畫 我相信這藝術本身是很感動人心的 但是它這裡寫說 走出氣暴事件傷痛 這個我就不太以為然 因為這些事情就像剛剛講的 不只是我們要的是未來的改變 不是覺得說過去好傷心 我們忘記它吧 那最傷心的事情 在造船領域來說 就是這個鐵達尼號的事件 但是大家理解嗎 船程叫做一個系統的失效 可是船程的不一定會死 鐵達尼號為什麼死那麼多人 因為英國政府之前已經討論二十幾年 要不要在船上放足夠的救生艇 全部沒有通過 完全是政治跟經濟考量 就是壟斷的因素 所以船程了因為沒有救生艇 才造成那麼多人死亡 所以大家必須接受說 技術物跟技術系統的失靈是正常的 正常的 但是它不一定會治宅 不一定會致死 高雄氣爆 秉溪洩漏 雖然很意外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是秉溪 如果我們知道是在那個地方 事實上整個的救災行動 有可能有很大的機會 會比當時更好 所以這是大家很難過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些技術系統在台灣社會裡面運作 台灣社會重視什麼 人的安全是不是可以成為一個最高的標準 所以高雄氣爆公司在送筆記的時候 它就有異常 不行要繼續送啊 因為維持公司運作是為股東權利的維護 那或者是說日本以前 首詞准典是最高原則 但是大家都付出了感動的代價 所以現在要問說 當發生議場的時候 誰有責任停機 誰該停機 誰喊要停機 但是其實發現沒事 還是不會受到處罰 甚至獲得讚揚 這樣子文化如何在台灣可以建立起來 所以我想要提最後 就是這三個主要的觀點 在那世界呢 它應該成為工程教育裡面重要的案例研究 應該變成一個我們念工學院會讀的事情 MBA大家都在談什麼 它不是在談成功的失敗的公司案例嗎 請問在場念工學院的我們 有沒有哪一次的大事件來談一談 就是可能交通運輸比較多 那我自己經歷的其實我們從來沒有談到 而且是一個系統性的 一個複雜的方式來看 而不是專注在一個零件的時效 而是一個零件的時效在一個複雜系統裡面 在一個更複雜社會裡面運作 這種我們在講Scale 尺度上的細跟大 能夠自在的來回傳說 這樣子的能力 其實是必須在工學裡面培養出來的 從錯誤中學習 所以不是只有運作良好的知識庫 我們必須要運作異常的知識庫 才能夠處理事情 所以技術食物的倫理 必須要在社會情境下面考論 如何做決定 做決定的能量從哪裡來 從念工學院的第一天 從我們小朋友 接觸到所有的物質世界的第一天 能夠去理解這些價值 所以最後我們可以創造一個 符合台灣科技社會這樣子的 未來我們要什麼樣的社會 我們必須創造這樣子的 新的技術的知識跟食物的典範 舉例來說 現在高中職課綱正在審 高中的自然課綱已經過了 高職課綱才在審 他是不是能夠考量到說 所謂的高職培養的可能是 技術操作員為主 那高中科幹很大部分 會成為一些工程設計師得對 那這些工程技術系統裡面的 設計製造操作 是不是能夠穿越我們培育 我們培育他們的這些教育系統裡面 能夠不造成他們溝通的障礙 甚至鼓勵他們跨越不同的系統 不同的角色去溝通 然後大家能夠認識 而且也接受說 在這樣子的 目前才會的底下 剛剛周老師提到說 我們是一個隱異風險的社會 那在未來的 也許一段時間的理念 我們能夠勇於提出問題 勇於提出系統的問題 能夠勇於付出代價 什麼樣代價呢 我來台大的那一年 1989年 大家知道1989年什麼年嗎 大事啊 台北捷運台灣 就是號稱是台北交通黑暗期 那就我整個年大學的四年 就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大家其實是願意付出代價的 所以其實我們社會大眾也要 一起問自己說 什麼樣代價我們願意來付出 能夠換得一個全新的 重生的 穩固的一個交通安全系統 好 謝謝 謝謝公敏教授 我想他提到的是 明者轉型跟創生 那我們看到 除了我們在學校之外 除了專業的教育之外 還有現在面臨的跨領域 這個transdisciplinary的教育 跨領域的這樣的跨界的人跟教育 另外一個是倫理的問題 剛剛都提到這樣的問題 還有如何讓整個工程文化 或是我們在各部門的溝通 跟民主學習 這也是剛剛兩位同仁提問的問題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今天 一併可能來思考 2005年的美國 紐澳蘭發生 Katrina 的颶風事件 後來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出了一個專刊 在談到遇到這樣的一個巨風事件 他們也在問一個問題 到底這個社會 是要repair for maintenance 或repair for transformation 就是說要修復後維持目前的系統 還是修復後要進行轉型 我想這也是我們今天 從剛剛一開始到現在面對的問題 那轉型面臨的其實從 剛剛從張教授 張教授 或是我 或是彭教授 我們都提到 其實它都是一個系統性的架構 這些系統性的架構 是一定要來處理的 萬事起頭暖 但是還是要進行